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新事 幫妳搞定 俗女家務事 她都說 妳人就是天生的油霧 但是一到夏天 真的就是出油的油霧 哇 那個油可以擠出 那個油擠到妳可以煎蛋 所以這也衍生出我們的皮膚 常常就會有一些問題產生 所以今天就要帶大家 一起來解決這個 非常惱人的出油狀況 那經濟現場的來賓都很厲害 針對夏天油光滿面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說 這個油光滿面 曾經造成過妳們什麼樣的困擾 妳知道我第一次就是 錄影當中導播喊咖 是什麼 然後就這樣錄一錄 就忽然就導播說咖 那因為我不知道 我聽不到 只有那個現場的執行 FD才聽得到 然後我就聽她耳 就這樣 然後那個人就默默地走過來 然後說 俊姊 那個 妳可能要壓一下粉 我說怎麼了 她說 導播說 妳出油出道 導播喊咖 妳是非常油 對 所以我就說 我走在路上油也就算了 對啊 我是在錄影當下 我真的覺得我尷尬得不得了 真的 而且那個當下 是因為所有的人都要停下來 然後每個人都看我在補妝 對 然後每個人都知道 我臉上出油了這樣 導播真的是好人耶 因為他也可以 就是忍耐一下 讓妳過去 可是妳就是 油到底就不好看了 因為太油的話 怕觀眾看了不舒服 對 為什麼那麼油膩這樣子 像我自己有曾經最尷尬的 就是因為我們以前唱唱跳跳的時候 因為我算是比較資深的姐姐 比如說我們這四個人都是姐姐 正常來講 如果大家補個妝 補一下貼 蓋一下粉 就是這樣 就是也這樣 那我是比較資深 通常會先幫比較資深的 就是按 這是一種前輩的概念 對 先幫妳稀有 原來在姐姐界也有這種 有 前輩 有前輩 通常都會先 從老鳥開始 對 然後 那我那一天就很尷尬 比如說 只有兩個舒嬅師 那兩個舒嬅師 就在幫我們用 用完之後想 差不多應該到我了吧 怎麼我還沒有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 被排體嗎 對 還是冷快 不得在化妝師 然後我就 我經紀人就在旁邊 幫我弄水喝的時候說 為什麼不是先幫我補 就我有點好奇 她說沒有啦 因為她的臉是最油的 所以因為我們只有一片 這樣輪流補 輪流補的 只有一片 對 好合得喔 到我這裡之中 好緊繃喔 那是她會油的 Jurie姐這樣要補 然後妳的最油 天啊 我突然覺得 我們化妝師好大方 沒有 都會至少要換一下 這妳的 這我也要換一片這樣子 如果從我先的話 那我就理解 因為從我先是 這是我最油 然後再去蓋它們 妳的補了 我就會蓋它們 對 所以我就 原來是這樣 那因為那個聲音啊 我就發現 其實大家都聽到了 我覺得那一瞬間 是我人生就是 第一名的 最油的時候 像我都遇到很直接的 因為像一開始 來錄影的時候 我就是通常 我都是素顏到 那素顏你就是要提早到化妝 對 我幾乎都是提早 一個半小時來化妝 然後化完了以後 化妝間都是冷 然後我也就是先進棚準備 我就覺得真的是模範師 然後很乖你知道 就每次只要一化完 開始出油了 那出油有時候 你用稀油面紙去吸 壓一下 就一走到棚內在等的時候 製作人進來看看 說 妳怎麼還沒化妝啊 趕快她會繼續化妝 就把我送到化妝間 然後我就坐下來 重點是我剛剛 在這個A化妝室這邊化 然後B化妝室它在忙 它看到我坐下來 它就又開始 然後我又進去了 又進去那工作人員說 不好意思妳化了嗎 我說有耶 再進去補 妳自己出的油 是一種卸妝油是不是 你們那個臉部油的人 要稍微體諒一下 我們這一些 臉比較油 對 有很多人 因為我真的有試著 想要解決問題 像之前我也是就是 因為我的臉很油 尤其是T字超油 但我臉比較很乾 我現在現場就看得出來 妳也覺得 真的 應該會導播再叫我等一下吧 記住也真的怪 有油耶 就是你們看一下 我的T字真的是很油 然後我的臉是很乾的 然後你都會被別人 以為你沒化妝 我是之前有瀏海的時候 都被人家以為我噴膠噴太多 你知道嗎 因為我從油到變 一條一條一條 我所有瀏海都變這樣 但是我就試著 想要改善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台洗臉機 因為洗臉機是不是 我就覺得一定是臉沒有洗乾淨 所以我臉才會一直出油 所以我就天天洗 我早上也洗 我晚上也洗 結果洗到我的臉 因為我就看皮膚殼 他說你洗過度太乾 過度乾淨了 變成你的兩頰 已經完全沒有那個保護力了 結果後來我才發現 可能是要保水 保水要做好 所以才會 才會讓你的臉 比較不會有這種出油跟脫皮 所以我就去買了一台這種 就是面膜機 然後可能 紅色的光是就是幫你熱敷 然後所以你在面膜敷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先熱熱的效果這樣子 然後它過一陣子 它可能就會變成是藍光 然後藍光都是冰冰的 所以就會變成冰敷 然後再來就是會有 你看它現在在變色了 然後就會有一個震動的感覺 就是幫你把那個 面膜的那些精華都 導入 我當初也是因為有的時候 我就是看了韓劇 大概買了八百個 結果它感覺上 真的超好用的 對啊 對啊 我覺得有差啦 就是說 不要過度清潔 然後加強你臉部的這一些保濕 我覺得後來真的有改善蠻多的 對 但我真的很好奇 廖醫師我都一直覺得說 皮膚這種東西 不是就是自己的體質嗎 可是為什麼一到夏天 就是出油的狀況會更明顯 科學研究過 你會覺得油光滿面 第一個罪魁禍首其實是汗水 因為其實你在夏天的時候 出油雖然多一點點 比冬天多一點點 但是那個多沒有多到說 你整個大爆油跟沒有油 這樣的差別 比如說佩甄跟這個 Julie Julie她的那個差別 這麼大這樣子 那但是汗水的這個分布 會讓有一點點油的人 或是說本來油只有T區的人 它會整個流到臉的 全部的其他的地方 對 或者汗水 對 汗水 然後有的人會怕用吸油面紙 其實我必須說 吸油面紙是個好東西 因為吸油面紙 大部分它上面 還會有一點粉 那你真的用吸油面紙 其實你不會說像用那個面紙 你去擦它 你會摩擦到你的皮膚 你只是按壓 那按壓它吸的油 其實你要讓它吸多吸少 其實你可以控制 那它留下來的這個粉 其實會後續再繼續 幫我們吸一點點油 那我曾經有聽到 說吸油面紙不能一直用 因為越吸你的皮膚 就會越想出油 沒有 其實它是因為 你整個吸乾了以後 那你的毛囊 慢慢的又重新分泌 你會乾跟油的對比 感覺比較大 落差感覺比較大 就好像有人說刮鬍子 不能一直刮 刮了什麼鬍子會變粗 其實鬍子哪裡會變粗 它再出也不可能 長得像一根草 對不對 所以它是因為你刮完以後 它就一起長出來 那你就感覺說 一下子怎麼長得這麼粗的鬍子 它是一致性 一致化 同步化 而且因為它把它剃掉 它是鈍的 不像是我們正常的尾巴 是斜面細細的 其實又解決了我們一個迷思 因為我兒子現在我叫他 就是刮鬍子 他都說不要 我上次刮過一次之後 它就長更多出來這樣 其實不是 不是 不是 它是一種同步化現象 所以出油也是一樣 那出油如果你一直噴霧的話 那就犯了一個大忌 因為噴完如果乾 噴完如果乾 像我們都在正能氣房嘛 皮膚其實是很容易發炎 對 所以這是錯誤的 那飲食上面來講 也會影響到夏天有沒有 會不會出油更厲害嗎 其實我覺得大家很容易會忘記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 好像吃油炸的會比較容易出油 對 那可能會是 那當然糖分也會 所以其實夏天到的時候 大家很容易喝一些手搖飲料 或是冰的飲料對不對 就是罐裝也是 非常容易 對 就是不小心就會喝了這些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 有一個隱藏的風險 就是這些飲品裡面 其實大部分絕大多數都是有 茶葉當作基底 譬如說什麼什麼紅茶 什麼什麼綠茶 但這裡面其實有 咖啡因的成分 那這咖啡因的成分 它是會幫我們瀝水 瀝尿的 那這個時候你補充進來的時候 或者是咖啡 如果我們喝進來的時候 我沒有再喝足量的水分 其實我們身體就可能會在一個 比較缺水的狀態 對 那其實相較之上 我們身體可能就會想要再去 做一個平衡 對 然後如果說 這些東西也不是說不能喝 只是說你喝這些東西 譬如說我喝了一杯七百CC的紅茶 或綠茶 或是一杯那種咖啡大杯的 對 那你其實就要再補充 五百CC的擺開水進來 這樣 所以你看光一個臉部出油 就已經讓我們就是發生多 非常多讓人覺得很困擾的狀況 對 但是我覺得有一種狀況 也很尷尬耶 就是 眼油真的是有一定年紀才會發生的事情 對啊 我記得眼油不是都是要 就是我媽媽 阿嬤輩 這樣現在就有了 你們現在就有了 我現在就有了 我很奇怪 妳也上面也下面了 我是生完第二胎的時候就開始會 我發現我從生完小孩之後 只要一進攝影棚 我就開始眼眶含淚 我真的應該是在攝影棚裡面 演一些悲情媽媽的角色 因為我就是一直會覺得 好像有點胃光 可是是生完小孩才開始的 我一直有耶 我其實從二十幾歲就有了 但是我在想 所以妳不是只有外表 真的老起來等身的也是 這可能是我眼睛比較大的關係 就是又加上我很小就近視 我大概 我國中就近視 高中就開始戴眼睛眼鏡 然後我上下班 中勤都是騎機車 所以有時候真的 我一進到攝影棚的時候 我眼睛是很乾的 然後很累的 然後就很常會被人家說 妳為什麼看起來這麼累 然後又會有一點 因為女生 我覺得女生大多數 都有點貧血 就是妳貧血缺氧的話 妳就會一直忍不住 想要打哈欠 而且這個哈欠是 妳只要一打就停不下來 妳就會一直想打 妳們不會嗎 妳知道有時候 妳嘴巴不能張開 有時候妳硬打 妳就會 那妳怎麼會開 妳可能眼睛會很開 可是妳眼睛更開 眼淚就會一直泛淚光 然後就這樣 導播一拍的過去 妳就會 然後又會有一個 妳眼睛泛淚光 然後妳還要這樣 而且比後客人還要 好可憐 眼睛騙不了人 真的 我覺得好像跟累 有點沒關係 我有時候也會 就是明明睡很飽 然後也很OK 可是就是 旁邊的人在講故事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覺得 其實為什麼有點累 放空了 好像是不是跟營養 還是什麼有關 對 我覺得 而且妳越打越到最後 眼睛會越來越 會覺得眼泛淚光 好啦 那我們講到 就是那個眼油的部分 絕不能露的Julie 為什麼妳 我今天有覺得 我備受攻擊的感覺 沒有 我們先講了 對 因為我幫妳鋪層 我們特別的關心妳 而且我剛剛看 教育妳的故事特別多 要了這個年紀 是一定會有眼油的 真的假的 你知道我其實是 一開始年輕的時候 大概在心梅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開始就有肝眼症 然後我肝眼症嚴重到 就是隱形眼鏡戴不上去 拿不下來 後來我就沒辦法 我就去雷射 雷射了眼睛之後 它只是改善了我近視 這件事情 它沒有辦法改善我的肝眼症 雷射網會更乾耶 剛初期了 初期會很乾 因為在我雷射的時候先講 來不及了 對不起 所以真的會嗎 雷射網更乾喔 會 更乾 那乾我覺得說還可以接受 因為妳就是點一些 就是類意 然後平常帶在身上就好了 現在好了 到了這個年紀開始出油 你知道我出油 那個出油是什麼 我跟你講 出油 不一樣 出水 我講的你們有在認真聽嗎 沒有 水呢 是就是你會流出來 你一直覺得濕濕的 對 我跟你講油真的很慘 因為油會讓你產生 就是你想想看 有時候你眼睛裡面 譬如說你 所以你也是粗在眼球裡 對 譬如說你在卸妝的時候 你用那種油性的卸妝的 我懂 睫毛 然後不小心去弄到眼睛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有霧霧的感覺 對 然後你在出油的那個時候 你就一整天都有那個霧霧的感覺 沒有啦 那是卸妝沒卸乾淨 沾到眼球上 你早上充分耶 對 你開車啊 這麼多開車 沒有你要換另外一排的卸妝的啦 我現在都用水的 我現在都用水的 然後沒有 後來我就去給醫生看 醫生就說 對 你這上面有一層油脂 他就說我油脂分泌的比較多 所以他就建議我說 當然就是剛剛醫生有講的是說 第一個你可能要換你卸妝的產品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為了不要讓它塞住 你要常常去清潔它 那那時候就有兩種東西可以 一種就是那種洗眼液 你知道嗎 就是洗眼液 對 然後把那個油帶掉 髒髒 你真的眼睛有一些髒東西 有一些異物的時候 真的是洗眼液是會有幫助啦 可是你知道最好的洗眼液 其實不是這個 這個洗眼液 最好的洗眼液是 對 因為它沒有太多的添加物 但是其實你大部分 我們的眼球 那個眼淚 其實是會形成一個淚膜 跟我們皮膚一樣 會有一個皮脂膜 那這個淚膜裡面有脂質 然後有蛋白質 然後有一些就是一些礦物質 或是什麼的 還有最大都是水分 所以這個部分的比例 它不太可能有大幅的改變 所以人家說出眼油 出眼油 它只是要跟眼淚分開說明而已 其實你出的還是眼淚 那如果另外一種情形 你會覺得它會塞住的 那種要小心它是有一點感染 或是它有一點發炎 所以你的分泌物會增加 就是非油脂非水分的分泌物會增加 所以那個會黏黏的 那就就會卡住 用一點洗眼液 它有的裡面有一些抗菌的成分 是有幫助 但是不建議常用 因為常用 每天用 裡面還是有防腐劑 那我們皮膚是會抵抗防腐劑的 可是我們的結膜 它是一個黏膜 它對防腐劑的刺激性反應 會比較大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說它常常用 常用 用久了以後 它反而眼睛睫膜受傷或是怎麼的 這種情形就會發生 我去眼科醫生的時候 也是跟我這樣講 你可能就像剛剛醫生講 你用的卸妝的產品 對 也是會有問題 於是他就說你買這個瓶子 然後這一罐產品 然後它是就是慕斯的 清潔 對 慕斯 然後清潔你的眼妝 就是眼妝 所以它就只要這樣子 哇 那這個 一個慕斯 只要不要刺激眼睛都很好 對 它不會 因為我是在眼科買的 對 而且你那個霧的 還有一點 對 然後它就敷在上面 然後其實清完乾淨之後 它是把你髒東西帶掉 然後你洗完臉 你就會覺得其實是滿清爽 這個我其實覺得還滿好用的 不刺激眼 其實不要太油對不對 而且我們大部分眼睛卸尾 以後霧霧的 除了那個卸妝殘留以外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是睫毛 對 它那個油油的可能殘留 就卸妝的產品 殘留在睫毛上 所以你紮著紮著就沾到你的眼睛 好 那有接睫毛 我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我就是很容易那個流眼油 然後流到 因為上下睫毛有接有沒有 然後我早上起來 我眼睛打不開 然後就是 你就一直這樣 然後手還要去撐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是 我也是有試過那個 朱莉姐的說用洗眼液 這個也不錯 我等一下要問一下這個是什麼 因為我是 我就是用洗眼液洗到 我變成那個睫毛眼的人 我也會像點那種人工類 可是因為怕會有防腐劑 因為那種一罐 大概一天只能點四次左右 然後就去買那一種 第一罐型的 這種就沒有防腐劑的包裝 就是可以盡量就是 你當下飛航乾 很不舒服的時候 可以就是補充這樣子 其實在飲食上面啊 如果說你有這種乾眼的問題啊 就是會乾到就是 我的眼睛好像很痠很不舒服 會乾到老闆油這種狀況 其實像你可以補充一些像魚油 對 魚油 對 魚油還有維生素E 還有那個鑫 還有維生素C 其實C不是只有 就是美白而已喔 對 它對於保護我們眼睛 就是幫助我們預防一些乾眼 它其實是有一些功能的 那其實這些東西 你的劑量就是吃足 那剛剛我講到這個維生素E 其實它在天然的植物油裡面都有 就平常炒菜的話 可能用一些橄欖油 那以吃的部分 像一些豆腐啊 或者是一些像 譬如說堅果類 其它維生素E含量就是很足夠 如果你有這樣問題 就是平常可以吃這些食物 來幫助改善 悠悠小精英 兒童葉黃素 盡量巴銷配方 閃耀孩子每一顆彩色時光 悠悠小精英 好吃 快到 零八 零九零九 七七八八 那所以我們剛剛講完了臉 講完了眼睛 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 是讓女生也會覺得 非常困擾的 就是頭皮 好天啊 真的 頭油起來真的是好可怕 因為我也是每天洗頭 但是偏偏就是我又騎摩托車 有時候你到了現場 你那個安全帽一拿下來 或者是剛好出門的時候 是大中午 那安全帽又戴得久又熱 就悶在裡面 其實你脫帽子的時候 你就聞到那個味道 然後我每次到現場 根本你也來不及洗頭 所以我包包都會戴這種乾洗法 這種就很好買嘛 一般的那個美妝店 還是早自量販店都有在賣 我會覺得很方便 所以我到了現場 我就會先噴一下 先自己戳一下 再去梳化 那我有一次就是外景的時候 外景通常就是 頭髮都是很簡單嘛 我乾洗頭 噴一噴 我就去 結果那時候在 就還沒開始的時候 在等大家都進去 我後面男藝人比較高 站我後面 然後他就會這樣 因為他在我後面是這樣 還拍我 妳的頭好臭喔 妳沒洗頭 我說有啊 我每天都洗啊 不然我都已經這樣回應他 天啊 我剛剛明明看到 妳舒嬅前還用乾洗頭 妳就是沒洗頭 然後妳沒洗頭 超尷尬的 然後我就說怎麼會 我問起來 我之前說 哪有 不會啊 其實會 那妳 沒有啊 妳聞洗法 妳問到什麼啊 他說我要問妳的頭皮 然後他就一直要靠近 我說妳不要這樣 人家好歹來是女生 他還想靠近我 我就會嚇到 他一直在想追他吧 他就是想 他是氣毒犬嗎 沒有 他想逼我 承認我沒洗頭 你知道嗎 他說不要這樣 好歹人家也是女生 亂講 過來 然後就說 真的是妳的頭 頭 好臭 就一直這樣講 妳是不是真的用完了以後 回去就沒洗頭 我跟妳講 其實 因為妳真的 因為妳用完 妳是感覺乾乾的對不對 但是乾洗髮 它就是一打開 妳就聞到它那個化學劑品的味道 而且他們還會有的 也會添加一些什麼花香味 那個都是很化學味 那我們英文有一個名字叫Caking Cake你知道嗎 就蛋糕嘛 Caking就是說 妳那個麵粉攪拌 妳水了以後變成一團泥 所以這些東西用了以後 像乾洗頭的 妳回去還是要把它洗掉 不然它那個味道 攪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是變得很可怕 那妳如果也是用蓬蓬粉的話 它上面還有那些 負離子的物質 那些聚合物 那它碰到水的時候 它其實會讓頭髮黏成一團 或是讓頭皮黏成一團 對 所以這些東西 回去都要再洗頭 那可是再洗頭的時候 像蓬蓬粉 它的洗頭技巧就很特別 妳一定要先潤絲再洗頭 對 先潤絲再洗頭再潤絲 因為我們蓬蓬粉它是負電 那妳要用正電去中和它 潤絲精是正電去中和它 對 那但是後面一定都要再用洗髮精 洗得乾淨一點 那如果沒有先用潤絲 就已經 就直接用洗 所以妳這個 碰蓬粉會洗不乾淨 碰蓬粉會比較容易 那如果久了洗不乾淨 會累積在頭皮上 就做蛋糕了 頭皮上就一層泥 頭皮上會阻塞嗎 它倒不見得會百分之百阻塞 但是有一個地方會阻塞 是一定的 是汗腺 因為汗腺比較容易阻塞 對 我覺得這好像跟體質有點關係 因為像我之前 在第一胎之前當姐姐的時候 不管妳怎麼唱唱跳跳 連我的頭皮都是乾性的 就是乾中性 然後就算七天都不洗頭 都可能沒有人發現的那一種 那時候就覺得很棒 我覺得體質 因為我生完第三胎之後 就沒有這種生活 體質改變了 因為印象很深刻 就是生完第三胎之後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去 就其實就前陣子而已 就是去一個新的 家裡附近新開的一間髮廊 然後我就去那邊洗頭 那洗頭他第一次看到妳 他就說 妳要不要做頭皮去角質 那我就覺得 好啦 自己在家裡做 也滿麻煩的 有時候說 有些洗髮精說有去角質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總是給它搓一搓 感覺好像滿不錯 那他們都會給妳聞一些 SALON的那些精油 芳香的 按摩的味道 就會很放鬆 可是那一家很特別是 它中間幫我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按摩的時候 然後我在那裡 用滑手機的時候 我就一直聞到一個 臭臭的味道 跟我們以前這樣 自己塗抹頭皮 聞的那個味道不一樣 忍不住 我就想說不行 我要問 因為正常來說 這種SALON這麼舒服 這麼貴 就是要香的啊 對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 我想要請問一下 為什麼就是有一個味道 那那個味道是 是不是香的 那通常不是都應該香香的嗎 它就很尷尬地說 這是妳的頭夠的味道 好尷尬喔 對 好尷尬喔 我跟你說 我當下真的覺得 我從來沒有聞過這個味道 妳當下一定覺得它亂不說 對 對 我就覺得妳的東西臭 就是妳的東西 那妳就是 妳頭髮 自己頭臭起來了 自己都會害怕 後來我就 因為我也不是不相信 但是我露出很驚訝的表情之後 他最後就是幫我 全部都做完之後 他說因為妳剛剛好像有一點 就是類似質疑他的感覺 他說我拿我剛剛的東西 給妳聞聞看 我說好 我也很好奇 然後他拿給我聞的時候 就是沒有味道的 就是我這樣子聞啊 任何 產品本身沒味道 對 然後都是正常的味道 沒有我剛剛那個味道 他除了按摩還會掉髮 他會藉由按 然後把那個落髮線線都掉 所以他說你看到這麼多 你不要嚇到 你下次就不會這麼多了 對 它是一個新陳代謝 所以那一次之後我才發現 頭垢其實是需要按摩 然後有一點就是 而且真的需要去角質 對 然後才有可能去 真的把它就是代謝出來 而且妳已經生三胎 妳累積了三胎對不對 對 真的 自己乾淨 沒錯 我真的有嚇到 對 真的 那一次才發現原來 這個是頭垢的味道 深層頭垢 對啊 真的要緊 你知道像我在夏天的時候 我也是真的是 有那個頭油這個問題 對 可是因為你知道嗎 我天生頭髮非常的細 對 又小 而且加上生完小孩之後 我頭髮的髮質整個變了 對 你知道嗎 你看一下那是我的照片 就是說那個 你知道我們家的那個燈 是那個投射燈 對 然後你那個投射燈 每一次大家一起說來拍照 我就在那個投射燈下面 不行 真的不行 對 你看一下 我還有另外兩張 就是我每一次梳完頭髮 洗完頭髮 梳子裡面拔出來的頭髮 對 就會這麼多 你知道是很驚悚 可是我看Julie姐 現在的狀況跟剛剛照片 就差很多了 對 因為我現在比較多 我真的看得很清楚 它有嫖 但是它其實沒有像那個 那麼誇張的事情 對 而且那個 我覺得可怕的是 妳的瀏海分線 看到空空的時候 心裡真的會很驚耶 是 我真的覺得說 女人就是說 臉長得漂不漂亮是一回事 可是頭髮真的超重要 第二張臉 超重要 真的 因為你只要頭髮沒有顧好 人就是老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這個 來自日本的 超本喜潤組 非常的好用 我跟你講它厲害到什麼地方 因為我以前頭髮就是 我怎麼吹 我就是剛洗完頭 出去然後朋友就會說 妳今天是怎麼樣 來不及洗頭嗎 就是我就是一直會有那種 就是很憂鬱 就覺得說我的頭髮 因為就會心情很不美麗 沒有 明明剛剛設定好了 對 明明剛剛設定好了 而且Jerry姐 妳這個 我覺得它味道好舒服 你們聞一下這個味道 我給你們聞 好舒服的味道 這個我用過 我真的覺得它的味道太驚人 謝謝 就是很淡雅的一個 沙龍的貴子消氣的沙龍 那樣的味道 剛剛才用的 主要是妳洗完之後的感受 就是落髮會減少 它第一個就是說 讓我覺得說 它落髮減少之後 我覺得我的頭皮就是有 剛剛英文講說 按摩過的那種清爽 而且我摸得出來 是那種骨溜的 妳知道我最臭的是哪一段嗎 那一段 那是那個後面 它可以分開喔 對 現在是真的很沒有味道 就是後面這一段 它要去聞了 要挑戰你聞 不會耶 對啊 我以前這一段是有油 油和味 真的比較誇張 妳怎麼會 聽它知道我那一段會臭啊 就是因為我洗洗 我就是這樣洗完之後 然後就沖嘛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都有洗到啊 可是我就覺得說 怎麼每一次那吹風機 一吹的時候 那個地方一吹 就有一股味道 自從我換了他們家的洗髮精之後 我跟你說 我按摩 我整個在做SPA 你知道我吹完頭髮 我就覺得說 這一塊那個 臭味完全不見 而且我的頭髮是膨的 對 我覺得蓬鬆感很重要 尤其是對於 如果是很會出油的人來講的話 對不對 那因為妳剛剛說妳也有用 所以妳也是因為它的香味跟草本的 因為這個好像滿 有一些圈內的這個設計師 他們其實有時候會用 然後我們有時候 像我們這種比較容易出油的 他就會 或是比較容易有味道的 他就會說 那妳可以去用 SALON等級的這種洗髮精 其實我曾經聽過人家講過說 其實我們的頭皮就像是土壤 長出來的頭髮 就像是這個花花草草 那如果妳的土壤保養得好 它現在就是用草本的方式 就是在奠定我們的頭髮 頭底的基礎 那頭皮保養得好 妳長出來的髮絲才會好 那就像上次我講的 它頭夠清完之後 那個髮絲都會自然的亮 所以我就是滿驚訝 這個部分就是說 妳的頭皮如果有OK的話 頭皮要打底打好 然後再來是 我們的皮膚有時候常常在 去角質按摩的時候 它都會說毛細孔要張開 對 毛細孔張開 妳的一些髒污才可以 藉由按摩帶出來 那我覺得這一瓶 它很特殊的 我第一次洗的時候 第一個香氣 我已經覺得很 像在SALON做SPA的那種感覺 舒服 對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奇怪 我用指腹這樣子 在按摩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熱熱的 溫溫的感覺 我怎麼一直在想說 是不是我自己 可能當天體溫比較高 或是說我按摩的時候 我有稍微搓大力一點 那我就後來去看 它是什麼成分 我在想它裡面有一個 薑根萃取 它就會把毛細孔張開 所以我發現洗完它之後 我們的頭皮其實是很清爽 對 然後乾淨 然後再來 你最後你還可以洗到 奇怪 奇怪的那個聲音 就是你就算還沒有用 它的這個護髮的 你就是還是可以這樣子 順順地去把它 慢慢地把它解掉 它不會讓你乾澀的感覺 而且它最厲害的地方是 你只要用你的手指頭 這樣伸過去 你摸那個頭皮 你就覺得 哇 那個頭皮是乾淨的 對 它不會就是說 只是蓬鬆 它會覺得很清爽 對 我覺得它的這個還滿不錯 那一般我們如果說去 做SPA的話 像我如果要去角質 又要幹嘛 其實這樣一趟下來呢 最便宜最便宜 我們不要那麼高 真的就是差不多一千多 那如果我想再做好一點的 兩三千 對 然後你現在防疫時期 你又要去跟人家人擠人 這個是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在家裡面 我覺得它CP值非常高 所以你有算下來這樣子 自己在家裡這樣做完 同板架 同板架 每天這樣平均 對 我覺得還滿不錯 而且我要介紹它這一瓶 是它的那個 平護潤髮乳 它真的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一般的 我們在外面買的這種 就是所謂的那個 護髮的素 對 它都會很油 洗完你頭髮就會變得很油 然後而且也不鬆 它呢 就是說 就是說它有潤髮的效果之外 它還有護髮的效果 對 然後它形成一個保護膜 對 護護的效果 就是 大概使用一個禮拜之後 我跟你講 那個指頭伸過去 你就會知道你的頭皮有不一樣 第二個就是 我不怕梳頭髮 我以前不梳頭髮的 我只要梳 一定會掉 我現在就是覺得說 我梳頭髮 就是它就是很正常的 該代謝的代謝 可是不會有那種 一把下來的 就譬如說 我現在 我剛剛戴了一個髮 譬如說我如果 以前 我就是用鯊魚夾 因為我想說不要綁 而且 每綁完的那個橡皮筋 都被我剪掉 因為絕對不能拉扯 我的頭髮 因為因為拉扯 可是我現在可以就是 你每一個頭髮都是你的寶藏 對 譬如說我現在可以這樣綁一個頭髮 對不對 對 那我的頭髮 可是我拉掉以後 它就順了 順的咧 而且它是 同年沒有打光啊 你自帶發光 是不是 我跟妳說 有一天我這樣子 我走在那個路上 我老公在後面 對 它認真的跟我講說 Oh my God 我剛剛看到妳的後面 我以為妳是美眉 就我女兒 真的啊 妳看頭髮就是有活力 又有年輕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頭髮把它顧好 頭皮把它顧好 它自然就會健康 蓬鬆 然後妳的人就會覺得年輕 人家一直說 妳為什麼看起來很年輕 沒有啊 我就是頭髮養得好 真的要蓬鬆 才會有那種 姐姐少女的感覺 對 而且她的護髮 我想要再分享一個就是 她其實不是護髮 可是我覺得她擠出來的那個 其實真的很像護髮 也是說她洗完的感覺 會很像護髮過後 因為像一般有潤絲 其實就是把我們剛剛 就像剛剛那個皮膚科醫師講的 就是可以把一些髒東西 也順順帶走 可是護髮呢 它會讓妳的頭髮 髮絲有重量感 它補充到一些蛋白質胺基酸 它會 妳洗完之後 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次用而已 我吹頭髮 因為吹頭髮 我們就是先梳好 我們要的樣子 你吹的時候順順的吹 也是這樣子吹 有一些洗完 它就會這樣飄飄毛毛的 它不是 它會有個重量 然後它會順順的掉下來 柔順感 妳這樣有吃進去的感覺 還有講成這樣子 講一下在哪裡買 怎麼買 真的很簡單 等一下 在哪裡買之前 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它的味道 跟它的成分的關係 全家都可以使用 我媽媽也在用 所以就是說 如果妳想要買的話 其實官網上面就可以訂購 人家就可以幫妳送到家門 還送到家 網路或者是電話都可以 講成這麼好 大家都好想要洗頭 好想體驗看看 是不是 但我們的觀眾朋友 也有福利 如果妳像我們 蘇女家務室的 這個粉絲專業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精美禮物 好棒喔 大家趕快訂下來了 那我想說 有這麼好的產品 其實本來就是基礎的 清潔保養 但是在吃東西的上面 有沒有是可以吃到頭髮的 它其實以內在來講 其實我們除了剛剛講 就是那個水分的問題之外 其實還有補充到好油 跟對的油也很重要 所以其實像好油的話 其實就會建議大家平常 可以補充一些 像剛剛講過 橄欖油 蟹花油 不要再去吃那種 可能油炸過的食物 因為這種油脂 它可能就是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它會產生一些 身體的一些發炎反應 它可能會讓我們的皮膚的 一個油脂的分泌狀況 就更不均衡 而且其實吃到不好的油脂 它也會影響我們的一些荷爾蒙的分泌 所以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說要想讓我們的頭髮 強健的話 就是可以補充到 優質蛋白質 那所謂優質蛋白質呢 其實我們平常真的很常看到 譬如說像雞蛋 豆腐 然後或者是一些魚肉 海鮮 這種優質蛋白質 它就是合成我們頭髮 很主要的一個營養素的來源 所以這些東西也要吃足量 因為其實在門診也很常看過 很多女生為了想要減重 她可能就說我都只吃青菜 因為蔬菜真的是好東西 可是她沒有去碰到澱粉 沒有去碰到蛋白質 其實她就忽略了 那當她忽略的時候 其實她掉髮就掉得更嚴重 有時候又是減重沒減成 然後一直落髮 然後反而更憂鬱 所以其實 對 其實女生在減重的時候 也要注意這一點 其實補充到對的蛋白質也很重要 琼玉有講到一個重點喔 因為剛剛我們甩開了臉上的油 眼皮上的油 頭皮上的油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心中的痛 我們最想要甩的油 就是身上的油 對 可不可以趕快讓它走 我真的覺得就是 身上的油這件事情太痛苦了 最難甩掉 其實它都可以洗掉對不對 身上的油是沒有辦法 用任何產品把它洗掉的感覺 其實像我自己第三胎之後 我覺得這個油真的是最難甩的 代謝變慢了 所以我生完第二胎的時候 我就發毒是說 我一定要瘦下來 然後我就開始買健身課程 去健身房 真的很認真的剪 一個月之後突然有一天覺得 怎麼好像哪裡不太舒服 結果一驗兩條線 還可以嗎 妳瘦了之後 妳生後後妳瘦就是 懷孕確診 沒有 太漂亮了 老公又撲上來了 對啊 然後 怎麼辦 結果後來第二次 就是前陣子 我五月十二號的時候 才就是跟我老公說 我這次真的要好好的來控制飲食 我一定要瘦下來 連小石頭在旁邊都聽到 他就 他也沒有損我 他就說媽媽 加油 妳一定可以的 好 就後來 隔天五月十三號又兩條線 又完異 不是第一次才是確診 我一跳 我小孩呢 我一直生下去 一直生下去 我以為瘦身是跟老公的暗號 我現在對於 我現在對於瘦身這件事情 我有點半放棄 因為我小孩有一天小 我知道 因為怕老公對不對 躲他 小石頭就飄過來跟我說 就邊吃零食就說 媽媽 我覺得妳跟我一起吃好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妳不要再減肥 妳放棄這件事 好可愛喔 對 現在就不進行 我跟妳講 我這個胖瘦啊 就是我也是 就是肚子這一圈 可是妳很瘦啊 妳看起來對不對 可是我跟妳講 我其實我很恨疫情 可是我又愛疫情 為什麼 因為我的胖瘦跟它都有關 你知道在去年第一次 剛開始封城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真是吃爽了 你知道因為沒事嘛 在家裡 然後妳就不能去 對 然後我們就每天都在家裡 那第一次演藝圈放大家 大家在家裡 都在家裡 一直要追哪一個劇有沒有 對 一直不斷地 一直在吃 你知道嗎 我一下子 大概兩個禮拜不到 我胖五公斤 然後我胖五公斤 就是說每個人都說 妳好瘦啊 因為我手腳是不會胖的 對 我都胖在中間這一輪 然後就發現說 我的牛仔褲都沒有一件穿得下 然後我還覺得說 不是 是我們家洗衣機壞掉了 我們家洗衣機要壞 你當縮水是不是 為什麼要縮太潮 然後縮水 請一邊說 怎麼做牛仔褲有事 不是這樣子 然後真的 我跟你講 好不容易 那妳後來怎麼瘦下來的 對啊 疫情啊 又疫情 為什麼 又因為疫情 就是因為我老公 遺宴兩條線 然後我女兒前一陣子 就是在她爸爸之前兩條線 然後我助理中間也兩條線 天啊 妳天選之人耶 我光要照顧他們送三餐 隔離 真的 照顧者其實也很辛苦 對 累到我自己沒有辦法 就是好好的進食 但是欣梅也瘦下來很久了 我的體 就體重一直 大概差不多都是這樣 然後我也一直不覺得說 自己有哪裡特別有或怎麼樣 結果那時候我去接了一個那個 製作一個節目 她說女藝人要來量體脂肪 那我就想說 因為沒關係 因為他們也覺得 我應該是會給別的對手 壓力的選手 對 我就去了 然後那時候大家會 瘦的 對 因為大家就會預測說 妳大概排名第幾嘛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是體脂肪 算低的那一邊 結果沒想要站上去一量 我的體重到現在也都沒有變 我的體脂肪 當場出來是三十二 我還想說怎麼可能 我說妳量錯了吧 天啊 然後那一集還有熊熊 因為我覺得熊熊 體脂肪會比我高 是因為胸部就是 胸部又沾很大 下一個脂肪 真的我跟你講 你胸部大的人 體脂肪不會低到哪裡去 可是熊熊還有在運動 她的體脂肪 我記得好像才二十出喔 我的體脂肪三十二 天啊 我嚇到耶 而且你們年紀差不多對不對 對 她比我大一點 對 我是長得比較像 跟Julie姊年紀差不多 你知道嗎 我說這姐妹很誇張 可是這樣子講也很吃虧耶 我超吃虧的 去哪裡 在哪裡 我跟你講 我跟Vicky姊 我們兩個只差零點幾 Vicky姊比我多一點點 妳把她的脂肪爆出來 因為Vicky 來 她的脂肪 可是體脂肪很難受 很難受 那時候我就開始 抱那個健身房 經過大概半年多的訓練 我體脂肪才從三十幾掉到二十幾 教我們 教我們 怎麼速的 我其實是去打拳擊 因為拳擊它是間歇跟有氧 就有氧無氧這樣子動 但是我後來就開始注重運動 像包括我平常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會想 你看我們平常 你的手臂會動的範圍 都是肩膀以下 對 因為我們拿東西嘛 或者是滑手機或幹嘛 那其實你很少動到肩膀以上 那你會發現突然要你舉手 或伸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背很痠 對 所以我在看電視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自己做 自己會往上抬 就在肩膀這樣九十度 然後會往上抬 然後順便也去練我的肩膀跟背 對 因為你會發 你會覺得做一下就痠了 因為平常我們 我們平常沒事不會舉手 而且這不用拿重的東西 對 你也不會抬嘛 你也不會拿重的東西 然後我們一直是在肩膀底下 在活動啊 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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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一拉的時候 你就說 好痠 但做久了以後 其實你這個二頭的線條 跟背的線條會比較漂亮 就是這樣上去的時候 可以往後再夾一點 就是把背 就夾背 像我們有一些小朋友啊 或者是女生很容易駝背 那大家都會說 你駝背你就做擴胸 那你第一直覺 你會說擴胸 擴胸 你就這樣對不對 但其實你這樣子是 有一點點錯誤 因為你沒有練到你的背 你基本上都是手在處理 所以你基本上要練到你的背 背的肩胛的時候 你應該是兩隻手往前舉平 然後你手不要動 你手不要動 你用你後面肩胛的力量 把肩膀往後夾 有沒有 然後再把肩膀放下來 但你手都不會動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背其實 出很多力 很痠 對 很痠 你就這樣子 然後就做個幾次 對 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快速瘦身 其實也會有一點擔心 因為像是癮的話 他瘦的是體脂肪 所以還沒什麼問題 但是有些人是體重 就是快速的很大的落差 廖醫師 如果這樣快速減肥 是不是萬一皮鬆了怎麼辦 皮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構造 很特別的器官 你只要是慢慢瘦 然後你會發現說 我們大家都有減肥的經驗嘛 就沒有哪一塊皮會特別鬆 可是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很多有人去做那個 縮胃手術 然後他忽然瘦得很快的時候 通常會去做那種手術的人 都是很胖嘛 那他忽然瘦得很快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那個皮整個都垂下來 結果那樣子的人 常常都還要再去做縮皮手術 所以其實減肥這件事 我自己也曾經有經驗 自己又是醫生嘛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 學生的時候 還對這方面不太熟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說 胖到那個六字頭了 然後去到那個衣服的專櫃 專櫃小姐直接在門口擋妳說 妳不用進來了 我們現在衣服 妳沒有一件可以穿 真的 太好 沒有禮貌 很傷人耶 真的 讓妳進去不理妳就好了呀 她覺得太花時間了 而且等一下她還要擦衣服 有激勵到妳了嘛對不對 就被刺激了 然後我就去參加那個 救生員訓練班嘛 你們都知道我有救生員執照 一方面好玩 一方面是想減肥嘛 結果那一趟下來啊 真的每天運動完 運動完又沒力氣吃 只好去睡覺 少吃跟多動這件事情 那一趟十八天 就已經瘦了三四公斤 對 然後後面就持續 滿新陳代謝率 對 那妳有再回去那家店嗎 大腰大白走進去 我才懶得進去 我有更好的店可以去 誰放一塊 就說我不買 對 進去說還記得我嗎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大家要瘦 這件事情要慢瘦 對 我常常鼓勵大家 你不一定通通不要吃某些東西 可是你可以開始減一半 糖減一半 油減一半 蛋糕的油刮掉一半 那這樣子對整個體態 不會說因為你瘦了 反而產生其他問題 是 如果講到吃的話 就要問窮月的話 對 因為其實如果說我們身體 我們看到的這些脂肪 是所謂的皮下脂肪嘛 但是如果說你的內臟脂肪 就是像心肺脹這麼高的 可是你如果沒有去把它減下來 你要減你外在看到的那個皮下脂肪 其實是有難度的 所以我們要減 要先從內臟脂肪開始減 那這個內臟脂肪呢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要多吃蔬菜跟水果 那是想要裡面的膳食纖維嘛 那在水果的補充的話 其實又要限制它的量 因為太多的話 裡面的糖分又過多 有可能會變成我們內臟脂肪的堆積 所以以水果來講 可能每天大概就是補充兩份 到四份左右 那你如果有糖尿病的 或血糖偏高的 就是大概補充兩份 兩份就是大概兩個拳頭大小 那在補充青菜的部分呢 其實不是有補就好 就是你要補對 其實就會直接 大家就是先補充 水溶性膳食纖維 含量比較高的一些蔬菜 對 譬如說像是小黃瓜 對 或者是像黑木耳 然後紅蘿蔔 那一些水果的話 可能就是蘋果 帶皮 因為帶皮的外面那一層果膠質 它就是水溶性膳食纖維 然後還有一些燕麥片 那這種食物它的一個 可溶性膳食纖維比較高的話 它就會比較幫助我們 就是幫助我們帶一些 我們的內臟脂肪 這樣我們才不會說 怎麼減 我好像很努力 我都不吃了 怎麼還是胖 怎麼喝水就胖 怎麼呼吸就胖 所以其實重點就是 你要吃對東西 而且其實像這些食材 像剛剛講的那種 做涼拌的 現在是熱熱的天氣 譬如說黑木耳 涼拌黑木耳 涼拌小黃瓜 紅蘿蔔 其實都很好準備 有時候肚子餓 嘴殘 或者是想要補充 自己做一盒 帶去上班的地方 或放在家裡的冰箱 其實要補充都很方便 沒錯 所以你看這個油 除了人類身體 基本需要的好油之外 它不管出現在哪裡 我們都不喜歡 都會造成我們很多的困擾 對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 聽著大家分享的撇步之後 可以在夏天 把這些油都去除 當一個漂亮的夏日遊物 太好了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